今台 下午的兩禮拜 歡迎再度鎖定能量新思維 我是范依華 今天台北股市震盪之後 最後是收在了8285點 一度來到8322點 就是今天的最高點 但是有一點點可惜的是 今天的量能好像是萎縮了 887億是比昨天稍微再少了一點點 不過今天節目現場不要擔心 我們同樣請到人員投顧的總顧問 柯建維來到現場 柯總你好 大家好 我是柯建維 柯總來看到 這個台股又在創了波段新高了 不過怎麼來看 現在會有危險了嗎 怎麼來觀察這次的訊號呢 好 在一開始 還是要拿出我們的老朋友這個手板 請各位再看一下 證券金融市場的操作法則 最好的朋友是趨勢 你千萬不要當趨勢的敵人 你真的會很慘 你一定要當趨勢的朋友 好 就算不當他的朋友 站在他的旁邊 我們當他的小跟班 也可以跟在他後面 你都可以賺到非常多的錢 千萬不要逆勢而為 再三的提醒 這一波上來 其實我周圍就有朋友 從7900開始放空 認為8000點很難過去 8000點怎麼過得了呢 8000過了 沒關係 8089 今年高點過不去 對 加空 過了 又過了 8170 8170耶 去年高點怎麼可能過 加空 現在8300耶 8300了 被尬得非常淒慘 因為他做的是期貨選擇權 還不是股票 被尬得很慘 那麼我講這個例子 我相信可能有些觀眾朋友 心有欺欺言 但我很希望我們能量心思 為觀眾朋友都沒有這種狀況 都是順勢而為的贏家 好 所以我還是這樣跟各位講 我們從8000點講到現在 還是每天跟各位講說 短線或有震盪 因為就像帶小狗去公園遛狗 對不對 我跟你講這個例子嗎 在旁邊跑來跑去 對 短線就像今天開高也會走低 前兩天偶爾也會震盪 這種震盪就是小狗在旁邊 跑來跑去 我很難跟你說的 但是我能跟你說的是 趨勢我要往公園走 非常確定 好 除非有什麼天災地變 好 臨時改變 那麼否則往公園走這個方向 沒有改變 所以目前的大盤 能量告訴我 往公園走這個方向 就是目前多頭的方向 有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短線當然漲了這麼多 漲了600點 漲到8300了 震盪一下 或者明天小回個20點 正不正常 正常 但我告訴各位 在下禮拜三台紙結算之前 還有四個交易日 你要不要說白點了 你要能看到七八十點的回檔 我告訴你都很困難 換句話說 我先不看太遠 我們先就看未來四天 那到了下禮拜 我們再來看更後面 好 至少未來這段時間 任何的震盪回檔 還是你積極旋骨操作的好時機 如果一旦能量出現嚴重的訊號 如果能量告訴我 這邊很危險 可能有波段反轉回檔 這種反轉回檔就是好幾百點 那我一定會告訴各位 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 當然我們來看一下今天能量圖 今天早上衝高對不對 兩度衝高8300以上 但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空方能量是有明顯增加 這是昨天的虛線 有沒有 實體線綠線是今天的 空方能量的確明顯增加 所以兩度衝高之後震盪壓回 今天收盤是收在今天的相對低檔 還是收小紅啦 但是K棒是收黑的 今天相對低檔 可是呢 為什麼它還是無法翻黑呢 就算是壓回收今天相對低 還是收紅啊 很簡單 空方能量雖然強 你有沒有看到多方能量 多方能量不退耶 這是昨天多方能量 今天多方能量雖然沒有比昨天多很多 但還是比昨天上升喔 換句話說有追價買盤耶 因為正常而言 我們先講正常的心理 就像各位 你想想看你的心理 連續大漲上來 昨天又大漲了 你今天會想追嗎 不太想對不對 不太敢追了 對你會不敢追嗎 你會想說 我拉回我才要接 我不敢再早上去公八千三的時候去追 但是 竟然今天的多方能量 還可以比昨天高 那告訴什麼 告訴有 不是你 也許也不是我 就是 不是一般投資人的特定人 嗯 他非常篤定的 敢在這裡 繼續掛買單 承接 他為什麼這麼篤定性就是因為 多頭的這個情況是不變的嗎 趨勢不變嗎 對 包括也許他知道一些什麼 我們不知道的啊 也許 他在上上禮拜就知道了 證所稅可能會被調整 八千五的天險可能會被拿掉 先吃耶 我還是這樣 其實我真的這樣講 除了天災地變 所有的事情都有人先知道 即使天災地變呢 我舉一個最明顯的意思 因為我就那時候 當場在這個行情當中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 美國這個 美國九一事變 那一次 就是 飛機撞上 帝國大廈的那個 雙子星大廈的南洞 後來整個倒下 對 你知道嗎 飛機撞上去 因為事後我們就知道幾點幾分撞上去 你回去看美股 在撞上去的十分鐘之內 美股沒有什麼跌 然後才慢慢跌慢慢跌 大概過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半個多一個小時吧 砰 才暴跌 然後停止交易 換句話說 如果你是當時看到 眼睛看到的 你賺翻了 你那時候如果去空道琼 去空NASA 空美國的指數期貨 你在兩個小時之內 你可以賺好多倍 不是好多成 兩個小時賺好多倍 為什麼 因為所有事情都有時間的落差 因為看到的人 絕對有一些人 他會去做動作 但是全世界大多數人 沒看到 沒看到 對 所以會陸續傳出去 陸續傳出去 然後陸續動作 遞人效應對不對 對 直到很多人知道了 砰 就像斷崖一樣 直接跳水下去 那時候當然來不及了 那我們為什麼要學技術分析 為什麼我們要用這些能量告訴各位 因為這些能量 所謂能量就是 你如果要做動作 你要不要先掛賣單 你要不要先掛買單 要嘛 要 當你買賣單掛上去 是不是價格就動了 沒有啊 除非你是市價單 否則還不會動 所以能量是領先的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邏輯 所以為什麼 我從20多年前開始進入股市 你能想到的所有的指標 我都學過了 什麼均線 K線理論 我背的比大多數人都還熟 對不對 我去 那個說實在 例如說我去工會上課 我考試都還考100分 這個沒什麼了不起 但我意思是說 那些我都學過之後 為什麼 各位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從 我大概10年前開始 我就不太用什麼 KD指標 什麼均線來解盤 我還是會講均線 但是就搭配講了 為什麼我會有能量 因為我發現 那些都是落後的 均線 你想想看 20日均線要20天以後 它才會改變 對KD指標 好幾天以後才會 它都落後太多太多了 對 而且還有一點就是 當盤整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知道 接下來的行情會如何 盤整的時候 你只有當它突破 或跌破的時候 你才能去追多 或者追空 可是往往來不及 往往來不及 我們看到很多股票 一翻多 啪 漲停板 來得及嗎 來不及追 或者是有些股票 一開盤就漲停 你去追排隊 那你就只有排隊的份 可是呢 能量是 大家還沒有動之前 例如說大家盤整 如果盤整之後會漲 有沒有人會先知道 有嗎 控盤者會不會知道 會知道嗎 那你覺得假設你知道 假設你是那個人 你是那個黑手 你知道盤整之後會上去 你會不會先做多 當然先做多囉 對 那在盤面上的多空能量 會不會看出來 軍章會不會看出來 會啊 所以為什麼 之前我一直給各位看 例如 像什麼 好 平安 對不對 再來看一下我們這個能量圖 這裡 你看 當它出現能量買訓的時候 它有立刻大漲嗎 沒有耶 這18塊錢出現買訓的時候 它在18 9塊磨了整整 三個多禮拜 然後從18塊漲到43塊 哇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在主力進貨的時候 它不會想讓價格動 否則它就要追高了嗎 所以它會努力壓 有時候你會看到 回來一下 看我這邊 有時候你會看到那個上下五檔 有時候外五檔故意 一檔給你掛個2000張 1000張賣單來嚇你 讓你不敢上去 它就壓著 然後在下面進貨 這裡就是啊 平安重點就是這樣子 等它進完貨之後 大漲 所以一般的指標 絕對在這裡才有可能 軍線可能在這裡 才有可能翻多 你才會看到 但能量為什麼 這裡就可以發現了 因為它看到了多方力道 已經比空方力道強了 然後你就是跟著主力一起進貨 然後享受做教的快感 對不對 很多啊 很多啊 都是這樣子啊 你看華亞科 出現多之後 這邊橫了這麼多天 然後飆漲 也是在進貨嘛對不對 對 所以我今天花 我以前很少 這麼喘的時間 跟各位講這個 但是我講這個是 我看到連我周圍的朋友 都有這樣子逆勢而為 這三四百點沒賺到 還被空嘎到 就是我會覺得 各位真的 真的真的 再來看一下 麻煩 你真的要把趨勢 做你最好的朋友 或者 你低頭一下 做它的小跟班都可以 不要逆勢 所以我再次強調 目前雖然長到8300了 我不知道那個小狗會前跑後跑 怎麼跑 可能明天小回個20點 還是盤中震盪 這個我們 因為短線是隨機 這種極短線 只有上帝知道 我真的沒辦法知道 好這種隨機的東西 但我要告訴各位 至少到今天 到現在我們在節目當中為止 能量的波段訊號 沒有賣訊 沒有出現賣訊 換句話說 多方的趨勢 還是沒有改變 所以我還是那句話 我已經講了這麼多天 還是那句話 麻煩各位 可以積極的選股操作 剩下只是你選股的問題而已 就像今天太陽能大漲 對不對 我們不早就預告了嗎 所以剩下只是選股的問題 不過現在就是 低潤的部分 已經股價漲完一波了 真的確定要開始休息了 如果之前 還沒有跑的 觀眾朋友 投資人怎麼辦呢 他現在是趕快要跑嗎 可以轉進的資金 大概可以去哪裡 是我們講的太陽能嗎 的確是 我想 我們在4月26號那天 我還記得非常清楚 4月26號那天 因為那天報紙 登了一個小小篇的 對不對 我那時候跟一華說 大家只注意大篇 登一個小小篇的 還是在一個 一個什麼 中國大陸的版面 不是在台灣的版面 然後登一個說 專業機構說 太陽的產品價格上漲4% 在3月份 我不知道各位記不記得 那時候 我們說太陽能春宴來了 那時候 茂迪還在 完全沒有漲 完全沒有漲 那麼那時候 我就開始跟各位講 我說低潤還沒漲完 但是各位要陸陸續續 把低潤賺到的錢資金 慢慢的一部分 放到太陽能來 好 那麼我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去做這樣的事情 這就要做操作的節奏 那麼最後一波 我跟各位說 最後一波是平安 麻煩導播打 8088平安的日線圖 我還跟各位講 當初是跌五天 漲五天 後來不是 又回了五天嗎 對 所以在上禮拜二的那一天 我還非常記得是上禮拜二那一天 那麼我們說 平安又要開始帶動 最後這一段的低潤的上漲 那時候 伊華還說 那會不會漲五天 我說我不知道 但是有機會 結果真的漲五天 有沒有 然後到漲的第四天 我們在節目當中說 第二天就是第五天了 第五天你就絕對 不要再去追了 理論上它應該是個賣點了 果然 真的就在第五天 見到43.6的高點 當然它還是超強 它目前沒什麼回 但是今天已經有很多 包括華亞科金打到跌停 商城打到跌停 已經一堆 所以 在最後一波是平安 換句話說 理論上在前天平安的高點 你的低潤股票 就應該賣出 你就應該更多的轉到太陽能才對 如果你做這樣的動作 那你這兩三天 就會非常非常的開心 如果真的沒有 沒有關係 你低潤我相信 只要不是去追高 你現在手中怎麼賣都是賺的 那我建議你還是一樣 或者很簡單 你可能說平安線還是很強 OK 你用五日線 或者上升趨勢線 設停利點 那麼跌破 麻煩你還是出場 就是 我說了嘛 一切都要遵守紀律跟規則 在股市要成為贏家 就是紀律 所以如果你說 現在看起來 也許它只是震盪 OK啊 如果你認為只是震盪 你就設一個停利線 破了就出場 但是呢 請你真的要部分的去關注到太陽能部分 當然你可能說 茂迪已經大漲三天了 麻煩導播打茂迪的日線圖 如果能放到4月26號那天 看能不能 游標移到茂迪4月26號那天 各位看看那是什麼位子 4月26號 再往前 再往前 對對對 差不多那個地方 有沒有 當然 如果各位在那時候 看我們的節目 我相信各位 今天真的太開心了 好那現在漲了三天怎麼辦呢 太陽能還可不可以做呢 當然可以 怎麼做 包括最近原油大漲 有沒有發現今天不只太陽能 LED也漲上來了 然後我已經預告 兩天的智能電網的 盛達今天創收盤新高 盛德今天也站上 除了年限之外的所有軍線 所有這些節能族群 都是轉機族群 而且轉機相當明確 除了LED 我比較要謹慎小心 因為它真的差異很大 就是有的LED個股轉機了 有的其實還沒有 否則其他的 好那上半場時間差不多 下半場我們來詳細說 整個節能族群 好剛才柯總說了 這預告 下半場要來詳細說節能 節能現在該怎麼操作 到底這個低潤掌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來複製 低潤的掌勢嗎 要怎麼來跟著我們的操作 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到能量新思維 想要跟媽媽表達愛意嗎 5月3號到12號 上傳你跟媽媽的合照 到三立財經台 臉書粉絲團 就有機會在電視上 秀出你跟媽媽的照片 還有免費咖啡 以及多項大獎喔 你需要旅行嗎 你需要旅行嗎 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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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XGEN 賀LUXGEN 榮獲金桔獎最高榮耀 金桔禮讚佼佼抽 超過50個毫力等你拿 歡親母親節 全省康西美 紐利火感恩回饋 歡迎給您鋼鐵搬手褲 衛星導航加測試 行車印象記錄 三機一體TRIWIN鋼鐵機 重裝登場 4月24鋼鐵人3 咖啡 咖啡 F加強定 為兩套 上幾套 繽紛幸福的花園與教堂 熱情有趣的童話劇場 豐富多元的自然生態 知性童話旅程 就在西湖度假村 咖啡 咖啡 F加強定 為兩套 上幾套 菲利普健康氣炸鍋 可以焗烤 香煎 酥炸 還少有80% 我竟然不知道 歐洲渦流氣旋科技 菲利普健康氣炸鍋 正13年式JX 限量追加50台 熱烈預購中 歡迎回到能量新思維 資金已經開始 從第一任族群撤出了 現在加上一些國際因素 像是原油的部分 剛剛柯總有講到 已經回到將近 要跨100美元的一個關卡了 算是大漲回去了嗎 接下來要怎麼來操作 這節能部分 大家都想說 我趕快來抓準這個腳步 不要再落後了 柯總怎麼建議 好 那麼我們再來 跟各位說一下 就是從蛇年一開始 我就跟各位講說 今年的蛇年 你可以說它帶點邪惡 但是你可以說它非常精彩 因為蛇年 就是轉機骨的天下 你沒看到蛇 就這樣在那邊 盤啊盤啊盤啊 但是這蛇是眼鏡蛇 它會砰這樣跳起來 有沒有 對 有第一任 今年的轉機族群 不都這樣子嗎 你看第一任 面板這幾天的帽敵太陽能 不都是像眼鏡蛇砰 這樣跳起來 所以非常精彩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家權指數看到什麼太大的暴漲暴跌 今年也許不容易 但是在個股上真的好精彩 所以我們再來複習一下 你怎麼去抓轉機股 轉機三部曲 記得你有興趣的話 你有這個筆記本把它寫下來 不只是產業面 個別股你都可以從這個去看 但不要到第三個才來買 都太慢了 你看到第一個就可以小布局了 看到產品價格上漲基本上就應該積極操作 積極進場了 這個時候其實就開始要收成了 就已經開始賺滿多錢的 那麼所以包括之前太陽能 是不是跟各位講 這一張手版是在4月26號拿給各位看的 它就是三部曲都來了 到這裡是一部曲 二部曲 然後三部曲最近各位看到了 中美金 對不對 第一季已經賺錢了 那碩核就不用說它非常好 那你覺得碩核這麼好 但是很貴你買不下 你可以買它的媽媽嘛 對不對 國碩 我認為國碩應該今年第一季 也是轉虧為營 樹核這麼好 它應該第一季也是賺錢的 那國碩還沒什麼漲到 對不對 還在一個頭經理的架構 那或者例如像今天 像我看到茂迪這樣子大漲上來 我就馬上想到 好 如果茂迪可以這樣漲 那麼其他太陽能比較低的 因為我有一個概念 就像之前那個D-Rain一樣 D-Rain最好的 獲利最好的可能像創建 像威剛 他們也大漲沒錯 但漲最凶的是他們嗎 不是 是華亞科 對 群創是轉機最明確 在面板族群當中是最明確的 這也是業績大家公認比較好的 但是漲最凶的是彩晶 有沒有 所以好 茂迪起來了 確認這個族群上來的時候 今天帶 我就馬上帶我們會員切入的是達能 3686達能 看一下達能的日限度 好 為什麼 因為它今天才第一根起來 有沒有 對 而且我們今天寒中切入的時候 還沒漲停 才漲半根而已 後來才拉漲停的 有沒有 在早上這個9點多 我們9點多就去切入的時候 為什麼 這是一個輪動的概念 因為我們面板已經賺到錢了 D-Rain賺到錢了 同樣的模式複製在太陽能 你絕對也可以看到類似 不敢說百分之百一樣 沒有百分之百一樣的東西 但是會類似的節奏 換句話說太陽能 你也可以一魚多吃 未來你也會看到它的輪動 那同樣的 茂迪已經漲停抓不到了 達能 啪 後面漲停鎖 1萬6千多張 很多 對 這就是操作的節奏 所以我還要強調 太陽能現在才剛開始 你不要怕 你覺得說現在 今天漲停要去追高 很簡單 你可以先追一些 你要買10張 我說了 已經是突破了 那突破你都不買 那你要怎麼辦 一定要等它回到原來的買點 那怎麼可能 如果它現在還可以回到原來買點 我還不敢買 它就有問題 對 已經明確轉機了 你還可以回到當初三 五天前的買點 那麼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只能忍痛先買一點 有震盪拉回 你再分批加碼 你只能這樣子 好 這是 再來就是我說的 不然你就是 能夠去掌握輪動的價格 就像今天我們去切入達能 類似這樣概念是一樣的 好 那當然 我說了 原油價格上漲 所以不止 不止太陽能 當初我們這個字卡也是 在四月下旬的時候 更會提出來的 除了太陽能 還有LED 但我特別有強調 以照明為主 就像今天擺紅拉漲停 對不對 好 那包括像這個 風力發電東元這一 這一年來長得很兇 然後我們來談智能電網 來看一下 我給各位看幾個圖 很有趣的圖 來 看一下我的電腦這邊 拍一下我電腦這裡 這幾個圖是什麼呢 這幾個是中國大陸的智能電網的股價 其中這個叫做國電南銳 看到沒有 它是這樣漲上來的 你可能不覺得怎麼稀奇 各位知道今年中國大陸股市 如果你上證綜合指數來看的話 我不知道這邊打得出來打不出來 如果以上證綜合指數 今年二月到現在是一路跌的 上證綜合指數這樣跌下來 現在是在相對低的位置 好 那如果你抓三個月的話 對不對 它是這樣子跌下來的 有沒有 它是這樣跌下來的 但是 你看這些股票都創新高 而且是創兩年來新高 再來平高電器 完不得了這漲四十幾趴 有沒有 創兩年來新高 思源電器 我們不見得要去玩大陸的股票 但是像我們研究部都要他們 一定要去盯 大陸股市在漲什麼族群 台灣聯動的真的很密切 那為什麼 就是因為智能電網 以前被delay一年多的 十二五計劃的預算 撥下來了 所以他們這一些都開始大漲 但是台灣會delay 為什麼 因為他們拿到之後 很多他們不會做的 他們沒有台灣這麼好的技術 很多好的技術在台灣廠商 那麼沒有這個技術的 甚至台灣有一些技術 像盛達 為什麼盛達明明第一季 我已經跟各位預告 他第一季會虧損 他今天創收盤新高 為什麼 因為他的技術 他在漢諾衛展 有展出三項技術 他技術是獨步全球 別人跟不上的 所以有些台灣廠商 其實很可愛 那麼這些技術 大陸廠商 只好找台灣廠商來幫忙 來合作 所以大陸可能第一季就接到了 就開始漲了 但是台灣的可能要 五月六月陸陸續續才接到 他的股價會後面反映 但是我喜歡講在前面 我不要漲上來 所有人都在講了 我再跟各位講沒意思 所以我們都提前講 所以智能電網 真正有完整技術的只有兩檔 全台灣就這麼兩檔 沒有第三檔 其他都沾到邊的有 但是完整的只有盛達跟盛德 所以之前我們跟各位講過盛達 那就不用說了 他現在已經創波段新高 那當然我建議各位有震盪 都還是可以留意 如果第一季機包出來 公布虧損 假設有震盪燒毀 其實還是買點 但是我都很懷疑 利空出來說 一定根本就不跌 對啊 會回來嗎 對啊 那至少有一個盛德 之前我一直沒有 做他的手板給各位 是因為我要確定 他四月營收是不是真的轉機上來 終於今天公告 四月營收比三月份大幅成長17% 除了智能電網 其實他有一個很棒的是 整合電源管理系統的這個技術 其實我都很想買 但我在台灣不知道在 因為他都賣歐美 日本 澳洲 他是什麼呢 他裝在家裡 你可以遙控 用你的手機或什麼 你可以遙控 你知道家裡所有電器的狀況 突然冰箱的那個插座 那邊電突然耗電多了 你知道冰箱可能漏電了 冷氣是不是沒關 哪裡的燈沒關 你全部都可以知道 萬一電線會走火 有走火的危險 你全部都可以知道 都會顯示對不對 對 所以它不只是節能而已 它還有安全的作用 這是聖德做的東西 那麼也是全球獨步的 再來這個東西 這個是秘密 其實我們還考慮 要不要跟各位講 這個是秘密 沒有人知道 耳機吧 應該不會有人不知道吧 玩手機都很想去買Beats的耳機 可是有時候他的耳機 比手機還貴 很貴 耳罩是到2萬塊錢都有 如果是Lady Gaga設計的 要3 4萬塊 有沒有 賈斯汀設計那個2萬8 我想各位都知道 他都跟那個名人去合作 可是各位知道嗎 應該沒什麼人知道 他是聖德代工的 而且4月開始出貨 我等4月營收 就在等這一塊 未來這一塊的毛利跟爆發力非常大 好 還有一些其他 各位自己看了 沒時間 有空我們明天再繼續講 所以我們盡可能講在前面 幫助各位賺錢 剩下的就是你敢不敢的問題 如果你每天在觀望 很抱歉 那就還是沒有辦法 好 感謝你的收看 掰掰